哈囉大家好我是懷爸 今天想要快速的搶先跟各位分享一下 當然不是OSMO MOBILE 3 就是OSMO MOBILE 4啦 這次他的產品真的以迅雷不及眼耳的速度 默默的就突然上市而且公開發表了 然後我們這次來看看他OSMO MOBILE 4 其實不像過去的三代 他有單機還有套裝兩個版本 4他就是只有單獨的一個版本就是套裝版 我們先來看看他包裝裡面的內容物 不過看這個好像沒什麼意思 直接開箱來給大家看吧 打開包裝後這是他的包裝盒的質感裡面好多了 就是他其實有一個快速的使用指南 告訴你說應該去如何夾上他這個磁鐵的固定系統 然後呢這個包裝裡面他寫 Create Magnetic Moments 就是開創磁鐵的 不知道怎麼翻譯了好吧 中文不是很好 好打開來之後呢裡面就有這個看起來還蠻厲害的 教你如何去安裝他的一個固定定位卡 然後呢這邊我先看一下包裝裡面就是他取消了硬殼包的配置 然後呢他就是一個軟布袋 然後還有一條防止你丟掉的手繩 這邊呢就是一點滿滿的用不太到的說明書 然後呢這個就是一個定位卡 這個定位卡用意呢他其實是希望你在安裝的時候能夠把這個磁吸的磁吸環 能夠安裝在你手機的正中間的位置 所以如果你拿出你的手機稍微這樣比對一下之後呢 你可以把這個東西撕掉 他就可以黏在你的手機背後 然後就可以把他這個磁吸的指環 黏在手機正中間的位置 就好比如果我用的是小手機的話 就可以稍微比對一下 然後把這個環黏在正中間的位置 然後這次他固定的方法就是蠻創新的 他是使用一個還蠻漂亮的磁扣 然後這是一個你平常用在導航啊 或是用在不同的 車上的支架安裝的時候也可以用到這個磁扣 所以如果你的手機目前就已經有這個東西的話 可能不需要使用DJI這個版本 但是呢他這邊是有個定位點 他讓你在吸上去的時候不會黏錯位置 我們等一下就來看一下其他的 所以這東西質感還滿好的 而且很漂亮 在包裝裡面呢我看一下還有 哇這個顏色我相信很多女生會很喜歡 我先看他裡面還有裡面呢就有額外的兩個鑄黏片 他的說明書裡面有說明到如果你的手機 他的背蓋是玻璃背蓋的話就可能會需要再多黏上一片這種背膠 他才能夠比較牢靠的固定好你的手機 所以額外的兩個背膠 然後還有一個 說實話我不太清楚這是幹嘛的貼片 然後還有一些酒精棉片讓你去擦拭你的手機 這個呢就是 一般的手機甲 如果你像懷伴你不希望把這東西長時間固定在你的手機背後的話 那當然了你選的殼還是需要稍微注意一下 因為如果你的殼是像這種有用背蓋的 他是沒有辦法安裝的 所以你的手機變成要先把殼拆掉 或是說你的手機殼是比較薄的 那這東西就可能可以直接安裝上去 所以他其實是一個夾的形式 像這樣子 這質感也是跟剛剛那個手指環一樣 他是一樣的材質 然後他總共給你兩個 最重要的重點就是他啦 我相信這顏色真的還蠻討喜的 他是一個幾乎是白色的 很淺很淺的一個灰色 但說實話他的大小跟外觀 除了顏色以外 看起來是差不多的 我們把他收起來看一下 但是因為他少了這個 夾子的 設計 所以他比三代來說 他的重量呢 還有他的體積 是又小了一些 但是整體上來看 除了這個夾子以外 他們的大小是幾乎一樣的 然後我們來看一下他安裝上去的 像剛懷爸提到說他這邊是有個定位的凹槽的 所以他就會對應到你手機的這個 凹點 這樣就安裝好了 非常的快速 所以他的廣告就是提到說如果你要開始拍攝的時候呢 就這樣開始使用 使用完的時候呢 我們先長按開機給大家看一下 然後當然呢 在這個包裝裡面 除了這個本體以外 還有一個 這個 底座 所以呢如果大家一起比較的話 就可以發現他們顏色的差異還蠻大的 但是我覺得這個顏色應該是大眾會更喜歡 更能夠接受的一個顏色 那除了這個以外呢 還有一條 Type-C的充電線 這就沒什麼特別的 然後很多人擔心說是到底有沒有可能把甩掉 說實話 真的不可能掉 他真的非常非常的緊 那我先開機給大家看 那因為懷爸的是已經激活過的 所以呢 按兩下之後變成直立模式 按兩下之後變成橫的模式 所以呢他在使用上面其實跟一代的 感覺是差不多的 但是就只有在 開關機的時候他速度變得非常的快 好就好比我現在的關機 他現在是進入待機的狀態 待機的時候呢你要講個電話 直接這樣一秒鐘就搞定了 然後要開始拍攝的時候呢 你當然還是要稍微對齊一下 不然他會 沒有辦法使用 對 所以他這次主打就是你在 拍攝跟不拍攝的時候 你可以不用像過去 一樣用這個夾子 然後在你手機夾半天 他現在是一秒拆卸 說實話他的磁力真的非常非常的好 所以你這樣用力甩的時候呢 其實甩不掉了 我比較擔心你這個 穩定器的電機壞掉 所以我這樣轉是完全不會掉 然後長按關機 然後關機的時候他會幫你轉到這預備位置 然後 就這樣 就可以馬上放到你的口袋裡面了 所以這個磁性的設計真的蠻好的 然後這次他主打的重點其實是在軟體上面一些更新 但是因為呢今天只是簡單的分享一下他的外觀還有開箱 那有空的話 我再持續的測試他軟體 跟OSMO Mobile 3 最大不同的地方 這次聽說是他的有多了 智能跟隨 所以他的跟隨效果會比過去的三代好很多 而且還多了一些內建的一鍵短片 比如說他可以滑動變焦啊 或是他有一些新的拍攝模式 好 我之後再來實測給大家看 那就以上就是今天簡單的開箱 然後最後呢 再讓大家看一下 他的外觀 好 以上呢 就是今天快速的分享 那記得按讚訂閱華為爸的頻道 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 拜拜